各位视频们大家好,我是小泽 今天我们来写下角落金龙这个成语 好,现在开始来写一下 好,一撇下去非常的果断 然后呢,短横往上抬 坡度很大 为什么横呢,要写的很斜呢 因为要把这个字呢,写瘦了 好,衬托左边这个结构 左右之间的变化 一撇下去 这一撇呢,从这点下去要非常的果断 然后呢,长横 当然这个长横也没那么长 撇笔,撇完之后呢 那 好,这笔是关键 一定要做好它 好,很多人会把这个字呢,读成交字 其实呢,它正确读音呢,是个角 角字 弱 好,草字头的顺序呢,要把握正确了,很多人会把它写错了顺序 先写这一笔,然后这一笔,然后再点下去,然后再撇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顺序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顺序 第三个字呢,第三个字呢,是个金字 树心旁 我们之前有讲过,专门讲过有一期 树心旁的一个笔画解说 如果有不懂的啊,可以回头看一下 树心旁的一个笔画解说 我们再提上去 树心旁的一个笔画解说 我们再提上去 树心旁的一个笔画解说 最后一个字呢,是个龙字 哎,龙字呢,我们经常有遇到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字呢,给写好它 在繁体字里面的,这个龙字呢,笔画不算太多 简简单单几笔 但是呢,在繁体字里面呢 它笔画也算是比较多的一个 但是,笔画多不一定难写 只要大家掌握了方法 在书法里面呢,我不认为笔画多的字是难写的 反而呢,一些啊,比较简单的一些字 我往后觉得是最难写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这个感觉 好,这一笔呢,从这里压下去 压得要非常果断一点 好,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四个字呢 脚弱,金,龙 这四个字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